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生命学堂 重生第三课 那在上两课呢 我们学到重生的必要性 那重生它包含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授水的洗礼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重圣灵生 那在这接下来两课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圣灵的洗 那我们会发现 重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个好的消息 是一个福音 为什么呢 因为重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重新来过的机会 在现实当中我们都有遗憾过 可是这个世界这个现实是残酷的 可是因为等着神的爱 他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当我们重生归入基督之后呢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本人 旧事已去 凡事都是新的了 那换言之 在神的眼里 不管你多大年龄 当你重生之后 奉主的名重生的时候 在神的眼里 你就是一张白子 一切都刚刚开始 在主里面成为义 所以我们为什么 在神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赎罪 是因为神的爱 他为我们流血赎罪 是他的保险 抹去了我们的罪 是因为神的恩典 神的爱 让我们能够借着重生 在现实当中 重新再来 好 让我们现在先来翻看一些 关于圣灵的喜 的这个经节 首先让我们翻开 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我们从四十九节开始 那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也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 那在这里呢 所记载的是关于耶稣基督 他在升天之前 对门徒的最后的吩咐 那第四十九节 我们可以读到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那在这里呢 我们注意看到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我要将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那这里父所应许的 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指的就是圣灵 耶稣言下之意是在告诉门徒 我现在马上要离开你们了 可是我不撇下你们为乎 我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来到你们中间 他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里指的就是圣灵身 那我要大家注意看的是什么 在第四十九节 耶稣吩咐他的门徒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 直到是什么概念 所以在耶稣这里 他讲的是你务必要在 当耶稣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他指的是耶路撒冷 你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 城里面等候 直到你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没有具体的告诉他们 你们要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天两天三天 他说你务必等到 直到你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那我们再翻看 另外一段经节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这里记载同样的事迹 也是记载耶稣在升天之前 他对门徒的吩咐 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属夫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这个能力 父所应许的 那第五节 进一步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讲的是 关于圣灵的洗 为什么耶稣在升天之前 要吩咐门徒 去等候去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去领受圣灵的洗 或者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 在灵里面重生呢 圣灵顾名示意 它就是圣洁的神的灵 我们知道我们借着受洗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与他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我们借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归入基督 披戴基督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生 它是包含着水的洗礼 它也包含着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六到十八节里面 当时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 在预备他的门徒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在告诉他们 他必要经历十字架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看一下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那十七节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耶稣这里言下之一 他指的圣灵并不是说一位 因为我们知道 每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 父子圣灵 他是在告诉我们上帝 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上帝不同的彰显 他与我们人里不同的一个关系 的一个形容词 那第十八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这里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 虽然我要离开你们了 我要升天了 就像我们刚才在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 四五节里面所读到的 可是他说 我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到你们中间 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那耶稣怎么到他们这里来呢 他透过圣灵要居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的息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息 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的第八节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务必要在耶路撒冷等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直到你们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 为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原因 因为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去完成大使命 你需要圣灵的能力去传福音 去为主做见证 我们传福音靠的不是 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口才 靠的是圣灵的大能 靠的是上帝居住在我们里面 赋予我们的恩高 赋予我们的能力 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就如同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里面 有提到 主与门徒们什么呢 当门徒他们走出去的时候 主与他们同工 借着神迹奇事 去证实所传的道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当教会诞生之后 现在的我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跟神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我们跟神是一种同工的关系 上帝要与你同工 他不是一个上师下属的关系 他是一个同工的关系 因为马可福音16章20节讲到了 我要与你同工 借着神迹奇事 去证实所传的道 我们是他的手 我们是他的出口 那这个能力 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所成就的 所彰显的 不是我们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 靠着圣灵的能力 靠着圣灵的大能 去为主做见证 而不是靠我们一个人的口才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为主做见证 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说我的口才不好 不不不 靠的不是你自己本身 你自身的能力 靠的是圣灵的大能 我们需要有神的能力 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福音 就像起初上帝告诉亚当以下往 你们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去管理这个世界 现在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权柄 这样的一个使命 给了他的教会 要我们从耶路撒冷 犹大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来为他做见证 所以这是一个同工的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 我们并不是孤君作战 因为主是在与我们同工 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 这里是耶稣在说话 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仔细看这段经典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你要注意听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信徒 如果今天你是信耶稣的 耶稣说了 他吩咐了我们 他所做的事 我们也要做 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 耶稣做了什么 他教导 他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使病人得到康复 得到痊愈 他赶鬼 他使人复活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在圣经里面 记载的很清楚 并且在这里 耶稣也具体的讲到 他所做的 我们要去做 信他的人都要去做 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 然后接下来 后半段说什么呢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做的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 我们都要去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指的就是说 耶稣就是在告诉 因为我已经完成 整个救赎的计划 我要离开你们 我要升天 然后我以圣灵的方式 居住在你们里面 当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但靠着父所给你们的 这个能力 靠着圣灵 你们就能够去做 这更大的事情 所以耶稣在这里 他的言下之意 是很简单的 在这末后的时代 在21世纪的今天 在这末后的时代 在黑暗的时期 我们需要光 我们需要为主做光做眼 我们需要神的彰显 而且我们需要神的恩高 因为在现实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这种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 只有神能够成就 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 所能够做的 所以在末后的时代 就如同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我所做的你要做 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情 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 会有更多的神迹 更大的事情发生 而这更大的事情 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所以约翰福音 在耶稣跟尼克迪姆的对话里面 他告诉尼克迪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从水和圣灵 就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归录他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是一个关系的确认 然后我们与神合而为一 领受他的能力 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 去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 再读一下约翰福音 第十六章 在十六章 我们在这里可以读到 这里讲到关于圣灵 那我们需要这正理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 第十二节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耶稣在告诉他们 我有很多的事情要跟你们讲 我有很多的信息要跟你们分享 可是你们担当不了 你们没有办法明白 你们还没有开窍 只等真理的圣灵 你需要让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所以我相信在现实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我不理解圣经里面 所要传达的信息 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需要上帝 他透过圣灵给我们启示 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圣灵的带领 有圣灵的启示 尤其在这末后的时代 我们要与神来对齐 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诱惑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仇敌用很多的谎言 在搅扰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藏在心里面 以免我们得罪神 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 去明白这一切的真理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 告诉我们属灵的人 看透万事 我们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是上帝所为他 为信徒预备的 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那很多人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错误了 引用和理解这段经节 这段经节并不是在告诉我们 说当我们死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去到达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过的 心里也未曾想过的 一个境界 一个意境 不是这样子 当你仔细的看 这段经节的时候 这里所说的是圣灵 上帝要透过圣灵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进入一个更高的领域 所以我们需要 在圣灵里面重生 所以我们再继续的读 再重新的读第九节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界上 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 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 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 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属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需要在灵里面重生 在灵里面 这真理的圣灵 要引导我们去明白一切的道理 这圣灵的大能 要给我们这个能力 去为主做见证 我们再复试一下 刚才我们读的经节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耶稣在升天之前 在路加福音24章 在使徒行在第一章 他吩咐门徒 你们不要离开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在圣灵里面重生 因为这个圣灵 是一个能力 这个圣灵 他是一个保卉师 这个圣灵 要帮助我们去明白 一切的真理 那我会在下一刻 更具体的 更进一步的 跟大家分享 关于在灵里的重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大家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